这已经到大中午了 你们是不是已经饿了呢 大家好 我是湖北广电容媒体新闻中心的记者周瑜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来品尝一下龙虾盛宴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小龙虾之乡前江 小龙虾美食品鉴大会的现场 这里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大咖 来这里参观和品鉴 那说到咱们前江的小龙虾那可了不得 它作为全国每年出口最多的县市 每十只您吃的小龙虾里面 有六只是来自咱们湖北的 是不是很厉害 大家看看 在我身后已经是琳琅满目 有各式各样关于虾的菜品 而在我身后 前江小龙虾网红学院 就有两位大厨正在争夺虾王之声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他们做的是什么虾 这位大厨 看这已经是满脸都是汗了 您先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湖北前江虾世纪的烧虾师傅 好心 好心这个名字好呀 好心有好报 好师傅您现在正在制作的这是一道什么虾呀 这是咱们全国文明的前江油焖小龙虾 三巨头之一油焖小龙虾 这个油焖虾它有什么特点呢 油焖虾的特点呢 它主要就是油焖适口麻辣回甜 口味非常的适中 符合咱们全国特别是年轻人的口味 哎呀我听好师傅这么一介绍 麻辣回甜我这口水是直往下咽的 非常期待您这个出锅之后的味道 我们待会再来品尝好不好 好您先忙着 好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位大厨 我们赶紧来看看他在制作什么 哎这位师傅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呃你好我是地容公司行政总厨王明华 王大厨您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菜 蒜蓉大虾 蒜蓉大虾也是三巨头之一 蒜蓉虾 那咱们这个蒜蓉虾有什么特点呢 各大肥美每一只虾都在45克以上 选用的是这个稻田清水龙虾 哦这个在虾的材质原材料上面是非常考究的 说咱们湖北人一年吃的虾呀 能绕地球好几圈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虾的品种有非常多 状元大红袍 这个肯定比较适合那种刚刚烤完试的 或者即将要烤试的这种人来吃这个虾的话 有一个好的意义 好的兆头 这个菜特别的有意思啊 我们一看这个叫稻香虾 这里面有大米 有水稻 然后这个虾呀是稻插在这个大米里面的 来 正好我们王大厨来了 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大厨 您这个菜也做好了 是不是 我首先有一个事想请教一下您 这个稻香虾 它为什么叫稻香虾呢 它主要在体现在我们全江 虾道共作的一个重要模式 就是在这个种养的过程中 虾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生长 稻在水中长 虾在这个稻中这个油 是不是 体现出它这个无公害 环保无农药 无污染的情况下 保障了我们全江的水稻 以小农虾的品质的一个标准 这个虾道共作啊 可以说是咱们全江的养殖业的一块 明天了 养虾先养水 好水才能养出这么好吃的虾 倒在水中长 虾在倒下油 到花香里龙虾红 在江汉平原探索出的这种 虾道共作的重养模式啊 正是咱们湖北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一个例子 在湖北 这样绿色的故事还有很多 下面就请导卧把画面切到红湖 看看千亩和塘里的故事